嘉義縣警銷出動空拍機 在帆路鄉宮新村小宮田附近的河岸搜索 空中浮望 要找尋失蹤47歲男子身影 他在25號颱風天外出 家屬找不到人心急如焚 隔天報案失聯四天 空拍機沿著湯集心水來回飛 29號下午就在岸邊找到人了 不幸的是男子疑似遭落石 擊中頭部明顯死亡 發現失聯民眾 經由家屬確認為失蹤臨男 屏東來役民眾收困沙舟 消防拋繩槍架架繩索 將他拉上岸過程很驚險 那往上移 往上移 民眾被救上岸還能自行走路 周二下午四點多 他收困在來役泰役橋上游處的沙舟 請求救援 訴求人員先安撫他 綁繩江人救上岸成功脫困 交罰受困屏東小琉球花瓶岩 鎮峰掌潮 海群跟當地民眾走到了岩石旁 合力抬起幫忙解圍 卡在嬌岩的交法 抬起往外推滑向大海 颱風過後海礦差 山區溪水依舊湍急 斜巡受惑案件頻傳 海群救難人員疲於奔命 375號國雄 朱俊傑 紅熟 朱嘉義縣評論報導 下午後海洋 岩石旦 夏季 revel